欢迎你来到我的IOH讲座 首先,上营科技创办人与董事长卓永财先生 要和我们年轻人说一句话 虚心学习,勇于挑战 这是我的目录页 我会先介绍我自己 我所就读的学校 我的细所 以及我印象深刻的课程 接下来是我的课外活动 我的经验 最后是我的心得与收获 讲了这么多 我是谁呢 我的名字是毛章年 我目前就读于国立敦华大学 光电工程学系三年级 高中毕业于台北的明轮高中 三年前我以学策 申请入学的方式 进入了敦华光电就读 我是一个台北人 我家在新北市新店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都市孩子 在别人眼中 我是一个热心外向开朗 喜欢交朋友的一个人 那私底下的我呢 对于有兴趣的事情 我都会特别的认真 而且想尽办法的把它做到最好 我喜欢拼拼图 因为当拼图完成时 所获得的成就感 对我来说是无法取代的 上大学之后我接触到了摄影 那为什么会在摄影人后面打一个问号呢 因为我会说我是一个喜欢热爱拍照的一个人 我不会说我是一个会摄影的人 拍照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心情 抒压的一个管道 拍照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为了 记录眼前所看到的美丽画面 拍出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 而不是为了拍出一张 大家所喜欢 所认同的照片 而去在意所谓的 黄金比例 以及构图原则 拍照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喜欢 一定会有人欣赏你所拍出的作品 在我的求学入途中并不是非常的顺遂 国中的时候的我其实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 名次也都是在全班前几名 可是在第一次考高中的大考时 我重重的跌了一跤 那时候的我变得不读书 开始自暴自弃 家长和老师们都很担心我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老师 面对这样的我 还是仍然不放弃地鼓励我 高三的时候 我重新拾起课本 努力读书 最后也很幸运地能考到东华光点 这次讲座的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当我们在追求梦想的同时 我们常常一昧的勇往之间 可是可以适时的停下脚步 观察一下你身边的事物 其实身旁的眼花小草 这种平凡中 你也可以寻找到漂亮的景色 我的学校是国立东华大学 大家的印象 一定是我们学校拥有非常美丽的风景 以及非常广大的校园 也是因为这样广大的校园 培养我们的视野 以及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 不同于其他的学校 我们学校是一个无中生的学校 非常的安静 也培养我们准时上下课 独立自主的好习惯 这张照片是在我们学校 东湖旁所拍摄的 东湖是我们学校著名的一个景点 也是观光客来到东华 必去拍照的一个地方 这张照片是从我们学校 图书馆塔楼上所往下拍摄的 图书馆塔楼总共有11层楼高 应该算是花东重谷间最高的一个建筑物 从上面可以一览全校的风采 我觉得身为东华人 毕业前一定要去一次 这是在我们学校图书馆旁的绿色隧道 绿色隧道除了夏天骑乘脚踏车 在底下非常凉快外 这个地方也是结婚拍婚纱的新人们 常来取景拍照的一个场景 那对于一个都市的孩子来说 能看到满天的星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是来到东华就读后 只要天气好 每天晚上抬头都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对于我这个都市来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会有人问我 我们学校到底在哪里呢 东华位于花莲的寿风 在智学村 可以从地图上看到 我们学校位于花莲的北部 离太鲁阁国家公园不远 那大家听到花莲一定都会觉得很远 该怎么去呢 来到花莲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方式 应该就是坐火车 的确我们学校学生也是以火车为大多回家的交通工具 坐火车回到 从花莲坐火车到台北大约需要两小时 从花莲坐火车到高雄大约需要五点五个小时 大家也知道在连续驾行时花莲的火车票并不是非常的好取得 所以连运票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因为雪山隧道的开通 往返台北与宜蘭的客运有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选择从花莲先坐火车到宜蘭转乘客运回到台北 虽然时间上会比较久 可是费用只需要坐火搭火车的一半 节省下来的金钱也是非常可观的 那如果你非常的赶时间 其实坐飞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只是相对来讲 它的花费比前面两个会高得非常多 那来到花莲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呢 我觉得东华学生是非常的幸福的 我们拥有花莲的自然风景 不同于其他大学生的课外活动 除了夜冲与夜唱我们学校学生也可以以外 我们还有许多自然的环境可以去观赏 这张照片是在风铃步道所拍摄的 风铃步道是我们班第一次去夜冲的地方 也还顺便看了日出 全班再一起去吃个早餐再回宿舍睡觉 七星潭 七星潭是历史潭而不是沙滩 是由鹅卵石所组成的 也是观光客来花莲常来的一个场景 照片是我从七星潭旁四八高地上往下拍摄的七星潭风采 是不是还很美丽呢 南宾公园是我常来的一个地方 南宾公园是由一块一块大大小小的石头所组成的 你可以坐着或是躺着 躺在石头上吹着海风是相当舒服的 如果你问我来到花莲一定要去哪里 我会推荐这个地方 大农大富 平地森林园区 大农大富 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这条道路连接着台九线以及193线道 也就是连接着中央山脉以及海岸山脉 这条笔直的道路骑成摩托车在上面 一旁都是平地绿树森林 我觉得是非常舒服而且非常爽快的一件事 除了刚才地图上你可以查到的花莲美丽的地方外 其实花莲还有许多我们地图上没有显示 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地方的美丽地方 若宇松距离我们学校骑摩托车只需要五分钟 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内有如此美丽的景色 是不是很羡慕我们东华的学生呢 树湖樱花 每年大概二月的时候 树湖社区都会开满樱花 不用跑太远 你也可以享受在樱花树下散步的浪漫 在地理课本上常看到的清水断崖附近有一个这么样的地方 虽然景色很美可是如果没有去过的人或是当地人带路 会是相当为要前往这个地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危险 接下来介绍我的系所 我是光电工程学系的学生 目前三年级 我们系算是一个相当新的一个系 2014年进入就读的我 也才只是系上第五届的学生呢 这是由我们第一届的学长姐所设计的光电系的系徽 什么是光电工程学系呢 竟然会需要学些什么呢 我会先跟你讲 我们不会修理路灯 我们也不会做灯泡 跟一般理工的工程类学群一样 一开始会先学习科学的基础课程 有普通物理 普通化学 以及微积分 接下来才会接触到光电的核心课程 有近代物理 半导体 电子学 电磁学 以及光电学 太阳能光电是我们系上主要发展的一个学程 以半导体为主 会分别介绍太阳能电池的三个世代 从第一世代的契机版太阳能电池 到第二世代的三五族二六族太阳能电池 以及第三世代的奈米结构 燃料明化太阳能电池等相关知识 照明显示是我们系上的第二个学程 照明显示我们系上以固态照明为主 会学习到光学的相关知识 有几何光学、晶体光学、雷射导论、液晶导论 等等知识 简单来讲 我觉得我们系上是学习如何将光转换成电 又或者是如何将电转换成光为主要教授的内容 和一般工程类选举一样 我们系上的男生以及女生的比例相对于比较悬殊 而且加上我们系不是传统产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有稍微更加明显的趋势 因为我们系上的学生并不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光电系的同学对于系上的向心力 以及归属馆相对来讲比其他系高很多 我觉得我们系虽然小可是非常的温馨 毕业之后常常许多学长姐 毕业之后你可以选择进入业界工作或是继续升学 从前三届的毕业学长姐来看 多半是已进入研究所居多 我也觉得进入研究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光电学的较为专精进入研究所再更深入研究 是一个不错的 是很不错的 若读研究所 你可以选择我们系上的三加二五年读完学硕士的这个方案 除了你可以在熟悉且亲切的环境下读书 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也可以节省一年先进入 业界卡位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专题研究 大三你可以选择加入实验室跟选择加入自己有兴趣的实验室 跟教授讨论选择一个你有兴趣的主题做研究 在大四的时候会有一个全英文的海报展 个人能力总结的评量 会以英文的方式报告 这进入研究所后你所所有的研究内容 而透过专题研究 而你所做的专题研究 对于研究所推增也是相对相当有帮助的 而我有我印象深刻的课程有光电学 光电学的老师是一个非常爱我们 而且关心我们的老师 在平常的时候老师常常和我们聊天 跟我们一起打球 可是因为光电学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光电核心课程 所以老师对我们学生的态度要求相对严格许多 如果你在一年级的时候 已经养成了翘课上课睡觉迟到滑手机等等的坏习惯 你可能会觉得修这堂课非常的吃力 可是老师都是对我们好 显示科技 从电脑荧幕电视荧幕 一直到身边的手机平板 显示科技充斥在我们生活日常的每一个地方 已经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你真的知道它内部的构造以及原理吗 这堂课会教授显示器的原理 以及色彩 色彩学的基本的分析 然后有一堂课会拆解电脑荧幕 让我们了解 借由一层一层的解析 让我们了解电脑荧幕的运作原理 初级急救是学校所开的一堂通试课程 里面可以学到基础的伤口处理 基本的固定数 以及伤口的包扎 而且在期末时 还会请红十字会的教练前来考试 如果通过你可以获得初级急救员的证照 可以那有了这张证照 你可以保护你身边的伙伴 以及你所爱的人 可是是保护身边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要自己也受到保护的话 就和同学们一起来修这堂课吧 接下来 我觉得课外活动才是大学的主要 除了读书外 课外活动才是让你大学生活多彩多姿的一个方式 我有参加系学会 系学会就像一个小公司 会举办各类的活动 给系上的成员们参加 你会了解到举办一个活动的金钱该如何运用 如何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处理 以及跟同学 当跟成员发生意见冲突时 你该怎么协调 而且系学会会透过与其他系学会合作的方式合办活动 你也可以借此了解到不同的领域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 新生茶会 是学弟妹们认识 是我们系上每一年的第一个活动 透过新生茶会的一些小游戏跟活动 可以让大一进来的新生们快速的认识系上的学长姐们 耶诞派对是我们系上的同学 非常每年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们系上的男女女生相对来讲少很多 所以耶诞派对通常都会与其他系合办 而且每年的主题都会不一样 还会有交换礼物的小游戏 像今年去年我们是和法律系 台湾系以及课程系合办的耶诞派对 而且我也很荣幸可以担任这一次耶诞派对的 耶诞晚会的主持人 我觉得主持人对我来 主持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在台上同时和台下许多人讲话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有兴趣的可以尝试看看 毕业晚会 我们做人饮水药私人 虽然你可能不认识系上 你认识系上的学长姐并不多 可是能有大家能有缘分一起来到光电系就读 大家就是一家人 这是那年去年我们毕业晚会的活动照片 当时我们是以气球为主题 系上的我还有参加系上的球队球类运动 在花莲吃得好住得好睡得好 你的肚子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成长了呢 所以快来运动吧 而且藉由与系上的球类活动 可以更加认识系上的学长姐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有参加系队的篮球 系篮总共一个礼拜大约练球两次 会教导 学长会教一些基本的篮球的 全场舞打舞的篮球观念 只要想运动的人来参加 不管会不会打都没有关系 新生领航活动 新航之州是我们学校举办 让新生 是我们学校举办的新生入学的活动 我们称它为新航之州 我们称它为新航之州 而我是我们学校 我们系上新生活动的领航员 领航员的工作是带着新生在校园内跑来跑去 参与各种活动 藉由这样的方式 让新生们可以更加认识自己的校园 而这张照片是当我来带着新生认识 戏办时所拍摄到的照片 而今年我有加入累球的校队 在高中时我有打过两年的棒球 今年加入 而因为我们系上并没有棒磊相关的队伍 所以今年我选择加入校队 除了想重回球场外 也是一个自我锻炼 因为校队与系队所需要的态度 以及练球的强度有很大的差别 还蛮推荐对自己有信心的同学可以加入校队尝试看看 接下来是我的经验 想上大学之后会有很多人跑去赚钱 那大家会想到赚钱打工以及家教 我们高中老师有 我记得我们高中老师有跟我们讲过 打工远比家教可以学到的东西多很多 打工你可以先看到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而且你可以借由打工学习到不同社会阶层 以及不同的工作所需要具备的知识 缺点就只有家教赚的钱真的会比打工赚到的钱多很多 我有进入卖场打过工了解到服务业的心酸血泪 服务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忙碌而且非常累的一个工作 你不会知道卖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光鲜亮丽的外表 后面是有多少位卖场的工作人员成立的商品 让你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舒服的购买 而且不管外面刮大风下大雨 我们都必须要上班 在里面你也可以学习到商品陈列的奥秘 为什么这些商品会商品摆放位置都有它的原因 以及动商卖场的动线规划 不同于卖场打工 餐厅打工会直接和客人面对面接触 而且你会知道如何靠十几个人 如何撑起一家餐厅的营业额 而在这次打工时我还遇到了职场上老鸟亲父新手的撞生态 可能他会在空闲时间叫你去做一些事情 可是自己却在那边聊天纳凉 让我觉得其实当学生认真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上大学后接触到了新的兴趣 我自己培养了拍照的这样的兴趣 在很多摄影的书上以及网络文章都有许多拍摄的技巧 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拿起相机到现场去实地操作看看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学到 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打工买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 现在的我常常带的相机在骑人摩托车 在花东跑来跑去 你不会知道一张相片 一张美丽的相片背后其实是多少张照片里面的其中一张 你也不会知道在拍摄当下时的条件是多么的严苛 我常常为了等一辆火车经过在一个地点等了半个小时 也常常七早八早爬起床 只为了拍出日出的那一个瞬间 对我来说我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 也可能这是因为我这也可能是我喜欢拍照的原因 因为拍照的原因我喜欢骑人摩托车到处跑来跑去 摩托车的机动性很高 可是要注意安全 在某一次放假回家前 我突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已经有骑摩托车往北的经验 那一次我突然想要以顺时钟的方式 从花莲骑回台北 刚好完成了环岛一圈的壮举 在环岛的路程中 我看到了东部与西部环境的差异 还有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我骑乘在高平大桥上时 背后是田野乡村 可是在我面前的却是烟囱林立的工厂都市 是非常让我非常的震惊 我也有在新竹的海边看到许多的风力发电车 这张照片是在台东多梁火车站 也是台湾最美丽的火车站所拍摄到的照片 除了环岛外 我们还有去吴岭 吴岭位于河欢山 海拔高度有3275公尺 在路途中 身旁的景色会不断的变化 从平地的霍燕林 一直到真燕林 以及接近山林的草原石头 身边的景象会持续的不断的做变化 我觉得在离开花莲前 我绝对还会再上去一次 心得与收获 我有两 虽然 虽然没有经历过太多 人生算 虽然没有很特别的经验 举办过很特殊的活动 可是我有两件 两句话想跟你们说 就是不要问为什么是我 而是你要想想看 当别人成功时的 当有人成功的时候 那个人为什么不是自己 而不是在遇到困难时 问到 问为什么都是你自己遇到这样的困难 反而是应该接受挑战 努力 最后有收获的会是自己 而且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 我们人生其实就像一个 选择题 我们常常在做许多的决定 可是我们常常到事后才开始后悔 后悔是解决不了事情的 而且后悔只会让你原地踏步 除非你往前看 把握自己当下能决定 能掌握的 往前 继续往前进 最后也是可以成功的 而且切记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 谢谢大家听完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